我们看一下92这一题 那这一题也是算三个班级的混合平均 那算混合平均呢 我们要善用平移法 所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数据 这数据其实都在70附近 所以呢 我们其实就是这样 可以先以70为基准 以70为基准这就变成-1 这变成8 这变成4 但以70为基准的时候呢 这边的那个 就是 这70要把它加回来 那现在全部总共多少呢 40 这是25 这是35 那总共就是100人 在这100人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有40个-1 然后呢 有25个8分 25乘8 这当然是200 那接下来呢 35个人4分 35个人4分 那这样子就变140 所以这里 加起来呢 就变成是 刚好是 300除以100 就是3 这题的答案就是73 所以善用这种平移法呢 其实就可以让 计算 简单多一点点 那另外呢 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混合出来的结果呢 一定会借在这个 大跟小的中间 就中间 了吗 就在这种平移法 门 所以 这种平移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